大家好,还记得刘角龙水库吗? 我花100块钱钓200元翘嘴那个地方 今天我又来了 但是我今天生动机器 我不钓翘嘴,钓连庸 现在我就去找老板 老板 别走 你怎么又来了? 上次被你搞惨了 今天不钓翘嘴,钓连庸 别人钓的话,一个小时100块 你要钓的话 100块我不让你钓 100块一个小时还不让我钓? 不让你钓 上次也是 那多少钱可以钓? 你真的要钓的话,这么远过来的话 一个小时200元 别人100元,我200元 你太贵了,翻倍了 自己想一下,好的话 200元就 是几个小时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那我钓了 那我钓多少你都不能管 那只能钓连庸 我就钓连庸 草就不能钓 不能钓 我钓多少鱼你不管我 那就试一下 好,那我就钓4个小时 4个小时 那行吧 那先交钱再钓吧 好,交钱 来来来一下 老板你要我200块钱一个小时 我气死了 你就可以帮我联系一个收鱼的车 拿鱼的车 收鱼的 就是我今天要钓一下心疼 好 你看这 这是不老板养的小山猪啊 我看好多小的呢 我你看这 这个小山猪都在山上养的 这是这 这估计是大的 肥,这真肥 这个小山猪肯定不错 今天我也掳得掉 要是能搞两个小的 真的好值啊 还有什么 金板佛在这种单开 四百半的水 快速搅去 然后今天我找的这个位置是 山的这个旁边 山旁边一般都比较深 比较深的情况下 这个莲庸就喜欢在那里聚窝 今天用浪剑寺 因为浪剑寺硬了 战斗力强 我今天要争取 一个小时10条 这样的速度 主线是6号的 主线先用4号的 今天老板开价钱太高了 所以我今天要 一边钓一边 要让人帮操 现在食物这么贵 自从我这钓了以后 现在这里生意好温 倒置做满 我那以前钓的位置 都被人占的呢 又有钓又来了 钓这个莲庸啊 刚开始就是要 耳朵散一点 不停的抽 一直抽到它有动作为止 如果今天我在10分钟之内有第一口 估计我就成功了 老板就要哭了 刚开始我估计就10秒钟一干 一立起来 没动作我就打 一立起来我没动作我就打 打了后来大概就是20秒一干 对面的师父 嗯 你们是钓叶钓的是吧 是啊 没口吗 没口啊 昨天晚上没口是吧 哎呦 那麻烦呢 天气太热了到里面 是的太热了 嗯 好像有个鱼在窝子里 伏标晃了一下 稍微走中间一点呢 师父 往中间一点 谢谢啊 哇 这好久没钓六米山的 这跑起来好潇洒啊 伏标 伏标有小动作在揉 看见 长得这么爽啊 这边有鱼进窝子来的 在揉的 好难过 一个动作 虽然没打中 但是只有十几分钟 这是好事 感觉战斗即将打响 超纯 来了第一位 战斗真是打响 哇 这筋还蛮大呢 不能跟他引来 哇 哇 怎么这个大筋呢 哎呦 哎呦 好 第一位到手 由于今天他可以帮潮啊 所以我一个人钓一个人潮 这样快一些 200块一个小时拉不掉可以了 又中了 这一钓前去中 哎呦 哈哈 眼砸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来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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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跟你 哇 这一钓前来就 幸好明显就好一些 钓个大头 我说了吧 之前一下之前一下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不就 五六十斗 我这 这个大头干的 这十块一斤啊 这个七八斤 由于这里现在没有风 然后钓得特别浅 六米三的杆子 这个鱼一种了之后 它又在水里面一冲 其他的鱼就受尽 然后你也钓两干 它再回来 如果是有风的情况下 有风浪这个杂音 它对这个干扰性不大 所以你可以连干的掉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把这鱼抽到屋子里面 钻起来也好 一掉生 先看的是黑的是白的 黑的之前 出来 从重到抽起来 花了二十秒时间 我不想 我不想毛利 我不想毛利 知道吧 我就知道这个动作是白脸 我这明显劲大些白脸 一个在嘴里 一个在身上 连上来吧 开始连上来 从来我就没钓过这么暴力的连庸 颜色像是黑带的水 你们看吧 哇 这个大 你看这个花的可以吧 有时间 这兜掉大头 今天就可以 我看得里有条猪还可以 还有的吗 没了有的 爆肝 爆肝 对面喊叫我爆肝呢 我能让它爆吗 花的之前的 跌上来 我这个天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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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个大头 又是个花的 来了 粘干了 这个焯鱼的还可以 接口 接口 接着 尖子都拉到水里去了 又在接 我的个天呐 哎呀这个可以 这个最少只八十道 哎呀 哎呀拖走了 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我一口气钓了几十条 就有一条是毛重的 其他全是正水 所以很多人问说 这个钓鱼为什么我毛的多 比那个钓的嘴里多 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 首先第一点你要找对鱼层 鱼层不对它容易毛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的耳要偏软 你偏软它是死定咬 你不偏软它是蹭 所以这也是存在 那个毛动还是空干的原因 第三最重要一点 还是看动作 等动作多了以后 你一定要挑 小动作小动作小动作不打 就全部打那种 大灯口大黑标 所以全只钓在嘴里 走 这名师嫌弃来个这 毛的这么小 我还不要呢 这个 再拿个鱼虎过来 这都快满了 不然到时候鱼死了 卖不到好价钱 老碗 你看这边好像是老碗 一直在那里看着 你看 你看我也叫 哇 那老板冲过来了 到了到了 时间到了 到了吗 怎么这么快 没过这瘾呢 还 嘿嘿嘿嘿嘿 多吗 怎么两个壶啊 你是又来给我三克的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 四个小才不到啊 差不多四百斤三百多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你那里 养的有小三猪啊 想都不想 我知道你的鬼族影 上次看你把羊拿走 这是要拿我的猪 这有400多斤 拿走 你这个你拿走 小山猪不要想 好了 我们就鱼拖走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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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团都要翻了 我靠 一二三 鱼拖要漫掉了 有 有 有五六百斤啊 我刚才没拿起来 最起码有600斤 我们把拉走 把那尺子挪一下 给它进来进来 抓紧抓紧 拉走 怕的就是生气 怕的就是生气 哎呦 什么 哈哈哈 下辈子不一定 来能遇见你 所以我很珍惜 不敢大意 用尽所有力气 小心的爱你 大家好我是邓刚 钓峭嘴的好季节到了 今天听一个枝江的粉丝跟我讲 说他们那里有个金山水库 钓费是150一个小时 问我敢不敢来 150一个小时 我不敢来 还有谁敢来 钓鱼啊 钓鱼啊 钓鱼自己都没看 自己看呢 翘嘴200一小时 两人一上150 这个有没有翘嘴用 有啊 大不大呀 还可以吧 15斤 还15斤啊 200个小时这么贵啊 你几个人钓啊 一个人呢 一个人200 200啊 那150两个人以上 有他 是吧 那我能不能把我也也算成150呢 这规矩是你定的还是我定的 那肯定你定的 我定的就是 200 一个人 你看你一个人的话就是200 哦 那那那我要是钓的了 再加一个小时可不可以 钓到你加10个小时可行 加10个小时就行 好好好 那那那我先钓两个小时 好 钓两个小时啊 然后转账给你 感觉老板像是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似的 这个鱼早上把我怼的 这钓的不是鱼 是星星 今天我要把老板的星星 钓得再糟糕一点 抓紧时间别人都开始钓了 这 哪个先到我 鱼的先到哪里去 这个好不犹豫的 就玉米打 我玉米钓 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像这么贵的鱼 看老板这个星星 今天估计要走透了 用这个钓啊 老办吧 先打窝啊 鱼来了 就好办了 多打几勺 今天还是用九米的钢子 三号主线 二号紫线 但是我今天一上来就先钓浅一点 既然这200块钱一个小时 它肯定这个鱼是不会慢的 所以我的目的是把它打到水皮 直接在水皮的不停的接 老板今天是亏定了 先戴上我的战斗眼镜 这玉米打得好熟练啊 你看就是高手 来了 好大呀 这真像老板说的三四斤 这要帮炒 这要帮炒 分这200的可以帮炒 都快点 哎呀 这真的好大 快拿鱼户来 第一尾 这是真正的翘嘴 嘴巴翘的那种关刀型的 像钓这种价格比较高的这种翘嘴 最主要的 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保持节奏 一定要让鱼快速到流窝子来 来了就不能让它走 而且一定要打连杆 否则那就白搞了 鱼一定要打成粘杆才行 这不吃重新抛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抛一杆打两勺子啊 一定要保持这个节奏 让那个鱼习惯的就是 它会习惯于 多长时间有时下来 多长时间有时下 它会在下面等着 然后把它 你打得快 它就上得越高 它就快上到面上来了 刚刚一提 它一抢 证明这个水温还是低了 那个鱼要吃动态的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抛勤一点 走你 一带 不 盯着飘 来一来 就是这个节奏 哎呀 来一来 哇 真的都是三斤多的 哎呀 五十斤啊 哎呦 这一条快一百斤 几大呦 这是 现在鱼是已经进窝子了 我现在只要一个目标 就要把它打到水面 打它一下去的节 它节才是真正让老板心疼的开始 又来了 哎呀 这个大 我再不能让它跑来 哇 哎呀 我的天 白头 我的里面 好长 这一条都是一百多斗 一个小时 只要这一条就够了 哎呦 这看到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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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个草 我个真实 这一条就 我会多重 六点几磅 即将进入大家熟悉的流水建筑业环节 又来了 哎 这个好大 哎 这个好大 哇 这 这肯定是今天最大的一条 哎呀 在里面摆头 哇 这一条 这一条 我觉得一百多斗 哎呀 你看 哎呀 这都优质 哎呀 你赶紧去撑 哎呀 快吵 哦 哈哈哈哈 这条真的四斤五六斤了 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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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六 我这个又大 我这个不比钢的那个小 这么大的脚腿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快 炒炒炒 哎呀 这个也大 哎呀 这个也大 又成啊 快炒炒炒 这样炒就这样炒快快快快快 以后就这种筹法 还没反应过来 就把它拿下 直接拖走了 不会双尾巴 这么大筋 拖了一个 钢子那么重 突然变这么轻 又拖一个 哎呀 一百块没了 钓翘子的正确流程 来一个 先上耳 把两个耳分开 拿杆子 钻一串 抛出去打直 往后一带 把主线压下去 拿刀勺 搞半勺子 对着左前方 打一勺 盯着瓢 瓢你 拖走了 就这么就中了 就这里不动 杆子一放往前一推 哎呀这个好大呀 哎呀 掐着他的命门 掐着他的命门 一腿 又一个 一百斗 就这么简单 就到手 先挑两个大一点的 把屁股这里 就这一挂 再把另外一个给我拿出来 又挑个大一点 屁股这里一挂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又来了 哎呀双尾 跑了一个跑了一个 现单了吧 现单的现单的现单的 跑了一个了 我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摸死他 等会来我还要加 咱们教育我说 你是真刚好是吧 嗯 算了算了 不能加了 不是不是 这几个你你免得交了 不交了吧 交我去 太天呐 不好吧 可以 你这大老爷拿一趟 没关系 啊 他就把钱 偷就完了 准备点鸡啊 我那里给你准备了的 你看喜欢什么 你去捞一点吧 你不说了 这个都是大人的 讲规矩嘛 这个规矩是你定的 还是我定的 这个规矩是你定的 还是我定的 规矩是规矩嘛 你这也来一趟 灵活的是吧 规矩也灵活 还有什么 好像没掉多少啊 没掉多少啊 还没过这一年 这一百斤鱼嘛 一百斤鱼 近多 这鱼好大 对吧 那个刚开始 待遇不一样啊 早上 早知道是你来 我们就捡的 简单多了嘛 鱼放了 这鱼真大 这大概四十多条鱼 算了这起个大早 过个瘾就行了 老板也 说不掉费也退给我 什么 家里养的小动物 随我抓啊 这关键那么多粉丝 我去给粉丝照个样子 今天可以早点收工 下个 我去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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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 OK 白鹅的 这白鹅肯定好吃 你看出哪一个 石松 看出哪一个 最肥的 我估计这要点水平 别紧张 别紧张 他一跑都没劲呢 搞一只够了 搞一只够了 最近吃我吃够了 上 老板谢谢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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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